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生活发明不是手机和网络 而是马桶 我们现在叫它作变器 关于这个人们每天都会用到的东西 你知道它们为什么都是白色的吗 所以今天由于探讨的话题就是 马桶为什么是白色的 一起来看看吧 白色和污渍是对立的 正是由于人们对污渍的无可忍受 所以才能显出摆得干净舒适 在中世纪时期的欧洲 大部分的街道都很肮脏 因为当时平民使用的是便湖 在深夜解决完方面后 它们就会趁着没人的时候 将会晤从窗口到达街道上 所以城市的气味相当难闻 也经常导致细菌的感染和疾病的肆虐 直到1800年代 人们才开始注重卫生条件的改善 因此才慢慢的出现了污水处理系统 但是世界上第一个被发现的冲水马桶 属于克里特岛的一位米诺斯国王 他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有近2800年的历史了 但近代冲水马桶的第一项专利 是一个叫亚历山大 克明斯的人在1775年获得的 随后人们对于排泄物的经理工作 才开始逐步重视起来 之后一个角度马斯克雷伯的英国人 在此基础上改善了马桶的设施 我们都知道污渍在白色的物体上 会变得尤为明显 尤其是每天都要使用的马桶 那为什么不把它们变成 可以隐藏污渍的深色呢 首先最初的马桶是由陶瓷烧制而成的 陶瓷是一种很重很光滑的材料 它不容易破裂也不会泄露 如果一个陶瓷马桶得到妥善的护理 它可以持续使用50年左右 陶瓷的特殊泥土在经过烧制后 就会变成白色 所以最初它的材质决定了它的颜色 其次 纯白色早已成为人们心中清洁和灭君的象征 所以白色的马桶会让我们感到它非常的干净 方便的时候就会很舒适 就像我们在干净的环境中工作是一样的感觉 而且任何污垢在白色的物体上都会十分明显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纯白色的马桶会迫使我们经常清洁它 而且是非常彻底的清洁 据统计 一般人每年上厕所的次数为2500次 如果将所有的时间加起来 那我们差不多有92天的时间在厕所中度过 所以舒适度和干净就十分有必要 对于以上内容 你有什么想说的呢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关注并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